各位大家好 今天來練習曲面 由曲面生成殼體 殼體再生成實體 那首先開空白檔案 創建草圖 S粒平面 延續上一個的 隔壁尺寸 40 20 26 90 然後繪製圓圖 30 310 固定點於物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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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切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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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直接複製草圖 物件有一點相依,不要 然後貼上 拉到Body裡面 編輯 一樣直接畫個圓圖 半徑200 空間距離10 空間距離10 可以用草圖的Offset 對大兩條線 那我們現在來創建我們的機體面 直接OK,然後再改變 然後再創建一個機體面 OK 然後再改變配置 軸向 角度90 第一個 繪之草圖 這邊如果看不見就把這兩個可見先切掉 那我們這個圓點是在短點處 所以說一樣畫個圓圖 給定對稱 給定半 沒有給定到 給定半徑100 有定距離 60 圓點相似 固定在物件上 Close 好,這條線就有了 然後再來這個 第二 建立草圖 然後畫圓圖 一個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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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點 目前來進行掃捏 那用 零件設計的掃捏必須要是免 那我們現在就是掃捏的話就直接用零件的指令 我們可以由這條去掃捏或是由這條去掃捏都可以 我們直接掃捏 假設我們先掃圖2 掃捏入境 建立實體 OK 那再來一次掃捏 掃捏第3個 掃捏入境 建立實體 OK 好那為什麼故意要用 下大上小 那主要是說假設我們 你可以用 圓弧去切 好那我們這只是在練習的話 在練習看我們怎麼去深層面 那正常的話假設它是只有 兩個線段 那就直接點選這個 有兩個邊 或 線建立指紋面 那目前面都建好了 那我包含兩個掃出的 包含兩個掃出的 包含兩個掃出的 它只是面而已 那我們把草圖一些可見性先切掉 那目前要用到零件的指令 油面生成殼 進階圖 進階圖形建立功能 油面生成殼 Ctrl要按住 然後按建立 已經建立了 那這有時候會認為 當掉但是你還是在任務中 所以說要在指令裝上去的Close 那我把這些關掉 好這只是 好看這兩個掃念 好這是殼 好那再來 我們要油殼生成物件 好那等一下再來看這兩個的差異 一樣 由殼體生成 實體 點兩下還全選 建立 Close 我現在生成一個 實體 那殼體的部分跟實體的部分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殼體它是只有外觀而已 類似我們剛才的這個 它只有外觀 只不過它是把它 合在一起 這就是殼體 那裡面是中空的 那如果是實體的話 裡面就是實心的 這整個是實體 目前都不在body下面 我們建一個body 然後把實體 然後把實體 殘兆拉進來 然後這邊 建立一個草圖 直接在 SY SB好了 OK 然後隨便先給一個正方形 尺寸不給 換過全部 這樣就好了 然後填充 那個 凹陷 通過全部 我們可以反轉 可以看到說它這個就是 一半就被切掉了 但是 這個是實體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 可以有 線 段 三層面 三層面 兩個線段 那如果是多個線段 就可以利用這邊的 由邊線產生面 點多個線段 然後產生面 然後再把面 生成殼 然後再有殼體 生成實體 今天就簡單練習到這邊 謝謝各位